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问150元人仔吃快餐还有没有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快去考试一下 不用 一定有网友可以回答 但是 人收钱还有没有呢 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有的 为什么呢 可以不可以 现在消费制的经济 吃碗面都几十元 被人人来一个 上面穷 但是你要记住 我们卫戒祖国是有十几亿人 接下来我们以故转去先 故 李克强总理 有八亿人是少过二千元 六亿人是少过一千元 即是收入的话 那这些穷等人家的女儿 刚刚落到来不知道的 是吧 这些人一锅有五粒东西 他都觉得很开心 因为整个月他都没找到一千元在家 不知道 应该有的 有些经常回大陆的网友 就是留意一下 我昨天在家里收钱包 为什么收钱包呢 因为我早两三天 跌了一张八达通 到坑渠道 又跌了 又跌了 不是我看着它跌了 那我就想 表你收不收 那我收你找你想起那个 是吧 那我想想 表不收收 收来拔想 但是我有自动增值的功能 那我立刻打到某厅 那张 即是提款卡 那张卡 好了 那他当然没有一张给我 但是他说 咦 马生啊 没有得八达通自动增值 咦 我这么想 宾州 他说 是啊 因为没有人用 因为一个人都自己 手机呀 那我又在那 搞一格轮 所以 于是乎我的银包 其实我就不用银包的 大家知道我带着够钱的 但是我要收拾一下一些卡 因为那张卡没有了 我就在那边搞啊搞啊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这些卡 好了 我一收拾卡的时候 就是说哪些卡 我要放在那里 其实我之前拿一张回香卡 我都放在家的 但是我昨天 就是将这乘搭 我五元带的那些卡 我家族又在桌球会又行 如果你想一想 嗯 都是将一张 那两个卡 放在那里 因为有时候不时 当然 突然间 兴起的时候 揪眼的时候 不是也不关事的 想上去吃田螺 那样 说实话 你香港如果要吃田螺 哪里可以吃呢 一时之间 我当然知道 但是 喂 就是中式的那些 就是中式的那些 那些 有些大 有些大排档也有 少了 那我当然知道 哪有 我当然不会说 我久不久呢 一个月我都吃了两次 那田螺比较麻烦的 你现在难买戒指 买戒指要养养养 几天才可以 找到那些 然后找到那些 紫蘇叶 那样 那样 上去给人吃 那 上去又要吃米粉 是吧 那样 我真的找到那些 那天早点收 我就开一辆车上去 我去摘骨 他那些 那些 现在不知还有没有78 中式78 有没有那么便宜 不知道 真是 喂 摘完 摘完 你摘完 摘完 你按得我好 一两个我都给你了 大堂那些 摘完 我出去大堂路 喊一杯东西多 又可以煲烟 香港不能煲的 是吧 啟波 是否好两个人 扔丑 丢 你又没有 另一个人 看看 在那些不同 你就算中间 那些人会那么吵 一天一天进去 那你就好想精神 好投入都不同 是吧 好了 那扔过那些人 都扔回一张回向下来 始终是重要的 好了 麦美娟 我去报道一下这些新闻 他接受传媒访问 他说新区议会 有一个KPI 就是这个什么 理职监察指引 定下一出席律 开设地居办事处等等的要求 嗯 那些区议员都符合相关的指标 而且啊 关爱举工作 越来越受到认同 就是 真的这个政府 真的自说自话到极 不知丑了 老实说 这班关爱队 或者这班 关爱队呢 有些是退出 因为钱实在太少 喂 喂 那些区议员 最想的是什么呢 啊 彭志明这段时间分享 因为为什么呢 他又没有心情 不知道是有人 怎样 个个呢 你没有心情 拍张照片 手指指呢 就当做什么的 比如 对 指着个水盆 那怎么办 你指着水盆代表什么 你指着那里有个水盆 还有些是指自己 多过他指着 你说越来越认同 根本 我和大家说 你不要说2019年 你就这样说去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 怎样认同啊 怎样认同啊 你说喂 喂 喂 我们预计二十多 就是之前那个什么 立法会 还是什么 那你今次有35 然后再过多几年呢 又41 那我都觉得是越来越受到认同 即使你可能有些新香港人看来 又不认同 是吧 那又有什么认同 你真是你讲吗 好了 另外一个29岁男子 那这些我吵齿他 这些是活该死的 这些是活该死的 在巴士那裡 多次在座位背后 写上煽动意图的字句 那便被人抓了 那你问我 他不知道是什么 写什么字句 你问我 当然是言论表达的自由 是吧 煽动到什么人呢 说真的 就当他傻佬 拿巴士后面写 是吧 好了 也都明知道 一定是会这样被人抓 是吧 嗯 那便可以这样做 你说要表达什么 不要紧要 我现在开始 我真心说真话 你要表达 不要紧要求情 希望你日后被判的时候 你不要紧要求情 就是 反正是 你做这些事情 真是好 让别人去搞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国安警 喂 摧毁或损坏财产 都摆下去 那刚刚国安权没有事 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穿件衣服你又要抓 滑巴士小时候 我常常都见到 喂 喂 你又不说 小明爱 爱梅士 你又不说他什么煽动 不是 他写什么 喂 现在有什么禁语 那当然 我们大概知道他会写什么 其实是不是大概 我估计 他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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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华微懒对千夫子都去抓 是的 是不是 就是 你说 喂 你这一系 你直接说他是 損毁 财产 一这样反而 在法理上 就是 合理 怎么算什么 如果真做财 在世都被国安法抓 可能自称九六皇帝 绝对要抓 是不是 他写去破坏 财产 你是皇帝 你一直都要抓 你 好了 马俊文提出司法复合 照做 虽然大家都知道结果 马俊文何许人也 就是本来今年应该 在3月25日 能够提早获释的许 但是因为23条立法 23条很棒了 23条立法 还要写完法例 哇 可以有追溯期 没有 就是我们欠过两天 于是乎 最长可能要坐到明年年尾 坐到年多 OK 提出司法复合 申请人马俊文 建议答辩人就是 程教处处长 马俊文头的律师团队 在日品葬话 申请人2020年11月24日 在唐福懲教所 服刑40个月 今年2月24日 懲教所跟他说 喂 下个月25日 你可以提早获释 OK 而今年的3月23日 在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草案生效 当日呢 就还有两天就可以提早获释 他在23日的之后早 之后早 获安排见两名心理学家 去进行评估 而对比他一年前的心理状态 当晚6点就告诉他 他丧失了提早释放的权利 最少要复认多一年 等待处长下年去复合 日品葬话 马俊文觉得很委屈 政教人员 怕他得知不能提早获释后 会有个巨大冲击 还安排定他入医院住两天 马俊文呢 在3月25日就获得 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囚人士 人士评审委员会说 他不能提早获释的原因 令他知道事件是和监狱规则的 新修例有关 于是他就提出司法复合 他说 司法复合就说 这个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囚人士 评审委员会就正是列明了 马俊文在监狱里面的行为 更新进度和心理评估 于是裁定他不获得减刑 就质疑那个委员会是 潜越了处长的权力 因为之前你们说是处长的 那个委员会就说 他们向处长提交的个案 考虑绝要文件也都说 马俊文身上面并没有 发现明显的认知方面问题 只不过他不是好像冲参加的更新活动 表现比较被动 过程中也都不会透露自己真实感受 你觉得他是吗 透露错不正确 文件引述委员会说 现阶段没有任何资料表明 如果对马俊文减刑 是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所以就不建议将马俊文的个案 转介给监管息臭委员会作出考虑 其实我们不讲详细了 李斯拉夫克就照做 最后因为那个条例定名了 可以有追溯期 以现在这样的法院 其实大家都心中知道什么事 好了 但其实这些东西 我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列明了 懲教署署长要信纳 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才可以提早释放 当然他不会拼搏 但如果受救呢 我真的想问 如果受救 懲教署我始终觉得 他可能他的表现都觉得 好像他还可以认会 那你是不是可以继续运他 我想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 如果你不继续运他 他出来 他又再犯 他又再犯 那谁去负责 那没有人负责 那没有人负责 因为他又服完旗 你服完旗就要放 那如果他明还不灵 你还是要放的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逻辑 那如果 你认为我深信他 我深信他 我深信他 是改变了 我放他 谁知道他没有改变我 对 他都不再犯了 那我可有堂皇 再放他 还是根本就是不会放呢 大家想想 一定不会放 你无论 你无论 你怎么放那波 在我身上 这些条例 我又想问 你猜是不是 我们伟大祖国 抓住你们 要你这样写 我真的不觉得 而且 大家看看我们伟大祖国 那些这样的 如果用这些程度 根本是错不了那麽多年 嗯 好了 所以 我们说回一些容易地说的东西 说什麽都没用 今天 播出来了 赤柱美利流 首先美利流 大家知道是什麽 以前是 万鬼大 一百多年的起口 是英军的军营 有一段时间 日治时代 因为我们听得太多了 这些是恐怖在世 他做了什麽日军那些 不知什麽的 写事流 最紧的是刑场 只剩下没做乱装框 在那里含营 所以很冷漫的 到了 后来一段时间 和平后 共争政府拿回 他之后呢 在七八十年代 就做过那些 政府大楼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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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樓 怎樣 我問你 怎樣 可以改造鬼屋 而入面經營了20年的 帝洛德國餐廳 和藍石海鮮 牛扒Ocean Walk Seafood 兩間都收拾 收拾後 全部都是人去留空 兩間都可以 這兩間餐廳 都是個母公司 都是景樂集團 看這裏 而景樂集團近日 也透過拍賣場 不斷拍賣一籃子 的物業包括住宅 寫市場和工廈 先不要說這兩間餐廳 只是它現在拍賣的東西 譬如 余景灣的單位 余景灣的單位 實用757呎 三房 開價410萬 尺價5400元 公屋水平 好了 洛西佛台 耀邦大廈 八樓 實用面積419呎 開價350萬 8千元 即便宜 九千元 好了 你要想一下 這個景樂集團 將它旗下這兩間 標誌性的餐廳 撿了 然後余景灣的單位 這樣的價錢賣 還有灣仔商下 還有柴灣的工廈單位 而注意 現在的這裏 就說 除了這幾個單位之外 集團還有其他物業 在較早的時候 已經推出拍賣 賣光了 即是這樣說 即是 你給我 就是清倉 是吧 即是要撤走了 而這個集團 警樂集團 1902年創立的 有超過20個餐廳 品牌 30間餐廳 現在 只剩11間 還繼續營運 看那款 他這樣賣東西 那11間 到時到後 就收拾了 而這個集團 的行政總裁 周麗里 周麗里 他曾經在2000年 即現在是24年前 在樂士佛台開了4間店 所有九龍蘭桂傘一方 因為樂士佛台 就是九龍蘭桂傘一傘之稱 去年 香港居行了一個香港美酒街 熬巡禮 當時周麗里就說 生意如果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起碼要等到明年 即是今年 那麽樂觀 這是去年十月 是 但是 記住 去年十月都有苗頭 不是說去到現在 較早的時候賣東西 現在是六月 較早的時候可能是三四月賣了 即是你說 即是你說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樣 你講 為什麽呢 因為 封了關幾年 那 流港消費又少 有些人都出去玩 所以 最起碼 即是去年 去年十月 他就說 復租就是在2024年 即是今年 但是 這頭這樣說 那頭 老實說 這個沒多怪任何人 用腳投票 很簡單 他經營這些 我不知道其他有什麽 只是說 帝洛德國餐廳 玩藍石海鮮 或者這兩家店 能夠在美利樓做 你知他做了什麽級 做什麽客人 在 說玩完貴方 真是玩樂視佛台 你想想做什麽客人 不跟你玩 還有 還有 三百多萬 賣樂視佛台 四百多呎的住宅單 我不理幾年後 尖沙咀 七百多呎 余景灣 碎盤十萬開架 五千二元呎 這就用個投票 說什麼 休息了